您好,我是张宁 最近几天澳洲的两名记者辗转几个月 中间一度躲到了澳洲驻中国的大使馆 最后才摆脱了中共的追捕 然后顺利逃亡回到澳洲 现在刚刚披露出来的消息表明 在过去几个月里 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双方展开了一个激烈的对抗 因为双方都在追捕对方的四名记者 中共的四名记者也已经逃亡 目前是否已经逃回中国还不得而知 但是肯定的消息是 包括中共新华驻悉尼分社社长在内的记者 已经被抄家 然后他现在可能已经逃出了悉尼 这就说明双方的斗争已经非常激烈 澳洲已经成了反共的一个前线 澳洲跟中共的关系基本上已经彻底局劣了 下一步澳洲肯定会成为美国打造的亚太地区 四国联军的一个重要骨干 另外两个我们知道就是印度和日本 那两个国家反对中共攻打中国的决心 一点都不比澳大利亚少 还有从印度前线传来的消息是 中共这两天大举征兵 把导弹部队 还有空军部队 还有一些其他的野战部队 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开往中印边境 看来中印边境大打一场已经难以避免 另外一个重要消息就是川普总统最新的一个讲话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中国释放了他们不该释放的东西 这个就是指中共 他们释放了中共病毒 川普说这非常恶性 可怕 糟糕 因为川普跟他的美国政府的其他要员 都难以相信这个病毒 竟然是中共这个批示研究所研制出来的东西 并且能精心设计 找到许多的这个方式来向外界来释放 虽然说武汉也遭受了这个损失 但武汉那不过是他们对人类展开病毒战的一个 就是说呢一个虚主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通过这种杀敌一万 自损一千这种方式呢 来损害自由世界 特别是审核这个给欧洲和美国 以沉重的这个打击 川普总统呢 对此呢 现在看来已经有清楚的认识 所以说呢 他一再表示他再也不想跟中共 有任何的这个合作 任何的这个谈判 这个问题呢 很多的那个中国网友都留言 说这个明明白白的就是中共在展开病毒战 作为中国人呢 我们因为非常了解中共的邪恶 对于中共的狼子野心 我们他的历史我们也非常了解 所以我们很容易推断出来 这个中共呢 蓄意发动了一场这个病毒战 但是呢 大部分美国人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生长的这个条件呢 都是讲究诚信的 他们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一群人 处心极力的要摧毁欧美 他们真的不太相信这些 他们不太相信周围有一群人 是如此的心地邪恶 决心毁灭人类文明 所以说呢 他们很难理解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说很难相信 中共居然有如此恶意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共展开的这个情报战 这个情报战呢 能够使得大量真正有用的情报呢 被这个淹没在这个假情报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首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这个假情报 当年这个日本突袭 美国那个珍珠港的时候呢 实际上有很多份 至少有七八份情报 不同的来源 警告美国海军部 警告美国白宫 就说呢 日本人可能要突袭你们的珍珠港 包括中国的这个军统 你要看这个代理领导的军统 在历史上 他们自认为最大的成就 就是他们破移了日本电马 就是他们感觉到 日本将要对珍珠港 采取一次突袭行动 还有其他的一些情报机构呢 和一些人员的情报员呢 也提出了类似的 因为当时日本舰队突然消失了 说是以演习为名 但是失去了一切踪迹 而且他的无线电信号 集体实行禁没 不知道这么一个庞大的 日本联合舰队到哪里去了 但是呢 美国却很难相信 这是在偷袭他们 因为当时呢 还有更多的情报显示 也许就是说超过这个 真实情报的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情报显示呢 日本人在故弄喧虚 日本人呢 想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恐吓美国 从而使得美国 在一份有利于日本的 贸易协定上签字 因为当时呢 日本的特使和日本大使 都在美国访问 正在跟赫尔利国务卿 进行紧张的谈判 所以美国政府呢 包括罗斯福总统 赫尔利国务卿 以及当时的海军部长 都研判认为呢 日本没有胆量 不会偷袭美国 而且呢 这也是违反了 他们对战争的认识 因为欧洲呢 几千年来打仗 都是四宣宣战 让对方做好准备 然后再上去打 他们难以相信 这个日本会偷袭他们 所以说呢 他们就倾向于 从道道上认为 这是一个假情报 所以说呢 当这个袭击已经发生以后了 日本特使和日本大使 去拜会美国国务卿 赫尔利的时候 那个美国国务卿 勃然打弄 他是意思改往日的 那种外交官的分布 日本人 当日本人结结巴巴的说 我们奋命来向你宣战的时候 并且把战书 递给赫尔利的时候 赫尔利连看都不看一眼 就把那个日本国 递来的那个战书 吃得粉碎 然后扔在地上 然后他拍着桌子 就吼叫道 他说我做这个外交官 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我的一生 从来没有见过 甚至没有想象过 还有像你们 这么一群卑劣的野兽 你们竟敢偷袭我们 而且在偷袭之后 还装模作样的前来宣战 你们给我滚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们 然后呢就把日本特使和日本大使 撵出去了 同样的性质 这一回中共呢 也是制造了大量的假情报 甚至呢 他故意通过他的一些间谍 向美国政府投诚 说我获得了中国的真实情报 真实情报表明呢 这是一次不小心的泄露 但是中共呢 正在掩盖 而且也给中国带来了伤害 中国带来了几十万人的伤害 武汉已经死了八十万人 一百万人等等 他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假情报呢 现在弄了美国政府的晕头战效 幸而呢 美国现在有一位清醒的 能够具有情报分析能力的人 因为要从大量的这个假情报当中 分析出真实的情报 是需要专业技能的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现任国务卿 彭培奥 彭培奥先生 以前是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本人和他的这个朋友们 具有这个识别真假情报的能力 所以这是美国的幸运之处 这也是彭培奥 始终都坚定清醒的认清 是中共发动病毒战 而且呢 他把它称之为中共病毒的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动落观火 他看透了中共 还有呢 这个美国呢 现在呢 又开始取消中国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签证 这些学生呢 都是呢 跟解放军有关系 大概有一千人 在今天已经被吊销了签证 另外还有大批的学生 将不再获得签证 他们学的专业都是敏感专业 跟制造核武器 制造华确 生物武器 制造这个病毒武器 还有其他的航空 就是跟这个军事相关的专业 或者跟 就是国家安全相关的专业 美国现在不再向中国 发放学生签证 这是美国的一个自我保护 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否则的话 所有美国人辛辛苦苦发明的知识 都有可能被共军的谍报人员 给剽窃去 给盗窃走 美国呢 对中国呢 可以这么说呢 又在不断地斩断与中国的联系 这个呢 就意味着美国距离 这个向中共讨要赔偿 最后发动战争呢 已经越来越近了 其实现在的国际局势呢 中国面临的局势呢 就完全就像1840年以前 那时候呢 很多国家都想痛打这个大秦 因为大秦规格旁拔 而且非常狂妄 但是呢各国都觉得呢 打他呢 很危险很大 最终呢 还是由英国来打头阵 在1840年的时候 派出2000人的军队 然后经过印度的时候 又带了2000名印度人 然后呢 就把打垮了数十万 这个满门的 这个所谓的百万雄师 所谓的大军 这一回呢 可能也是美军呢 先打头阵 不过呢 印军呢 可能要抢宣 现在呢 可以这么说 一系列国家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给中共一个 沉重的打击 谢谢大家